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 在今天下午的17点钟 国际排联是公布了中国女排半决赛的对手波兰队这场比赛的海报 那么在这场海报当中 有两个人是作为两支球员的代表成功入围 分别是波兰队的斯蒂利夏克和咱们中国队的林颖 当然选择这两名球员可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他们两个人的确是目前这两支球队的绝对核心 也是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 波兰队绝对是本次世界女排联赛的头号黑马 在赛前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他们会能够排名整个世界女排联赛的榜首 一方面这支球队的实力算不上非常的强 在去年的世锦赛他们也仅仅是打进前八名而已 而且在巴金斯的比赛当中输的是非常的干净利落 另一方面作为球队的头号球星 目前号称世界第一二传的卧石 也是因商缺席的整个世界女排联赛 在缺少了绝对核心的情况下 那么这支球队还是拿下的世界女排联赛 常规在积分榜第一的位置 主要就是因为斯蒂利夏克的成长 帮助这支球队渡过了难关 他也成为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最为优秀的攻守 目前他的总得分排名世界女排联赛第一 总共是拿到了242分 在12场长规赛的比赛当中 力压林莹 我们的林莹的话是拿到了240分 当然了 从单向技术来看的话 林莹的扣球能力是明显要高于斯蒂利夏克的 当然斯蒂利夏克他并不是一个主攻 是一个高大的接应选手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从得分方式上来看 斯蒂利夏克的得分方式更为平均 尤其是他的篮网得分是非常多的 在所有得分超过200分的选手当中 斯蒂利夏克的篮网得分是最多的 所以说在能够在进攻当中 给到波兰队提供重要输出的同时 在防守当中 他也是能够给球队以很大的帮助的 这个是需要中国女排注意的 我们上一次与波兰队交手 在香港战的比赛当中 之所以输球就是因为对对手的篮网 做的并不是特别的充塞 所以说这次一定要小心这方面 一定要给到李莹莹 以更多的进攻空间和分担 他在往前的这种得分压力 不能像上一场大波兰队提供 被对手完全给限制死之后 李莹莹获得分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分 斯蒂利夏克进入到海报 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 国际排联对他的实力是非常认可的 同时这也给中国队提了个醒 这绝对是中国女排在半决赛里边的最强劲敌 甚至可以说是本次比赛开赛以来遇到的最强攻凶 因为我们知道本届世界女排联赛打到现在为止 中国队虽然也遇到了一些世界的顶级强队 比如说像世锦赛冠军塞尔维亚队 咱们上一轮刚刚战胜的巴西队 包括意大利队 那意大利队最强的攻守埃格鲁没有来 加比的话虽然说实力也非常强 但是手术过后回来之后的状态 跟巅峰时期是完全没有办法相比的 博斯科维奇倒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来应对中国队的 但是很显然那是他刚刚回到球队当中 与球队一些新进的球员配合也不是特别的默契 跟眼下的斯蒂利夏克是完全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他是本次比赛表现非常出色 与队友的配合也非常的默契 整个人的信心也非常足 因此再次面对斯蒂利夏克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对手 那斯蒂利夏克常年在欧洲俱乐部效力 而且是在世界上最好的两大联赛之一的 意大利女排联赛效力 他打的这个联赛的水平质量也是非常高的 上个赛季他是在一甲的萌扎俱乐部效力的 2000年出生的斯蒂利夏克 从年龄从身高上都跟我们的林营是非常相似的 在未来两个人肯定会成为国际排团主要的竞争对手 这些人肯定会成为国际排团主要的竞争对手